在起步一下 3號的潘尚禮 穿不到車 現在來計算 前面很大車 他分分鐘現在坐在包廂位 變成他想突圍 都要很難 除非他 好像第一個回合 有意外發生 就向東方 哎呀 有兩個車手發生意外 這個情況 跟剛才說蒲驚蛙的情況 一樣一樣 一樣 我想第一 這個車手會傷勢嚴重點 因為他是被後面的車 剪過的 現在你看到受傷的車手 就躺在地上 好了 賽事看看會不會停 我估計賽事會有行程出現 因為我一看到 在東方彎的時候 左車手怎麼樣 現在就 現在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蹦過去了 現在那個 已經失控蹦過去 下屋地 由於後面的車手 是沒有機會被他閃避的了 因為後面的車手 已經是車側 正在撞彎 十足十 這個鏡頭 和剛才的 蒲驚蛙的情況 一模一樣 撞他的車手是25號車 是香港的梁偉雄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今天第四場賽事 這場是第五場 出現了兩次紅旗 對 第二次紅旗 都是電單車賽 對 兩場都是 一場是GP 一場是新手決賽 那現在受傷的車手 還未清楚是哪一位 我們開始所說 就是這一場的 電單車新手賽的決賽 應該都是會 挺精彩 還有挺好看的 不過就是 不是說 希望有這種場面出現 但是 結果 班長 這次起了步了 帶出 3號 66 5號 36 30 54 這次真的開整他了 反而… 1號車 1號車 這次推不住了 梁偉堂… 梁偉堂真的沒有運 正說他夠運 現在不夠 他跑了五、六秒 坐在這裡 這個形勢真的有利於搬上禮 跑車有時候要趕運 真的要趕運 你剛才說 怎樣… 有術、車的配搭 對… 會不會重新有意外呢 我估計也不會 因為… 現在我們看到他進浦京灣 我都收斂一點 3號 36號 很順利地進了 很順利地進浦京灣 前面那堆車就… Owen 沒事… 收到 對… 為甚麼要衝完大外檔進去呢 是否就是拿不到這條線 被人塞了 對… 因為… 因為他在大直路的時候 是整群車 分分鐘一條… 一條大直路 平排有十架車那麼… 那麼多 變成… 形成了 邁到浦京灣的時候 你十架 好像漏斗那樣 逼進去 變成形成了 那些車手 是拿不到條內線 就要走外線了 剛才收到我們工作人員的消息了 這場比賽不會是縮減圈數 仍然為此 原來的八個圈 在這場決賽 如果再縮減圈的話 沒甚麼忍的 是啊… 比較少了 如果… 如果根據國際例 應該就不能減圈的 因為一圈都沒有完結 因為他還未完成一圈 就會出現紅旗 但澳門的環境比較特殊 時間關係 這個不是國際勝賽事 可以不一定要跟 不過據我所知 澳門的大賽車委員會 很多例子都跟足國際的 但是你說 他的… 條例有沒有出入 有沒有改變 或多或少有一些 如果是跟正國際條例 他就不是應該推車起步 是全部… 俗稱是Running Start 變成我覺得 如果是Running Start 其實對於真真正正去拿時間排位 那些車手是很公道的 變成現在好像梁偉堂 一號車那個 他一排到漂亮的位置都出不了車 變成真的很悶 真的很悶 對,真的很悶 對,很不著數的 好,現在賽事進行… 去到余翁街了 對,頭車 潘尚禮帶頭 對,沒錯 仍然是A組的冠軍 潘尚禮,三號車 接著是五號 陳芳玉 陳芳玉,我想很多觀眾 都不會對他陌生的了 他在東莫陽跑道 跑過很多年新手賽的了 他從88年已經在這裡跑了 陳芳玉在這組的初賽 排第五 暫時明知守著第二位 好了,潘尚禮了 完成一個圈了 澳門車手 好 相信今場比賽 很多澳門車迷 都留意這位車手 在這個名次 排第三的就是36號車 這位車手就是香港的李健鴻 李健鴻在第二組的初賽 也是排第一位的 最後的就是二號車 李悠昌 李悠昌 是 現在澳門30號的蘇蛇雄 都上得很快 上得來了 是,現在排第五 66號就是香港車上去排第六 現在在浦荊灣 上車,但是不夠時間 是 還有很遠 做錯事了,做錯事了 還有很多人走 差點做錯事了 陳芳玉心急 他說在浦荊灣想跟班長來鬥遲修 是的 是,因為他先走一條外檔 所以現在形成了給李悠昌 李悠昌現在開始上了 已經埋了身了 是,現在李悠昌在威脅他了 他們倆是同一車隊的 好,被潘尚禮走了 二號車的就是李悠昌了 逼得很緊啊 是啊,如果是,講論術來計的呢 或者是,人的速呢 我就看好李悠昌了 因為李悠昌呢 過往在澳門啊 還有在去年的巴提瓦 都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而且他又是,長期是深圳香蜜湖的捧場客 那澳門,甚至澳門在小型車場 舉行的50cc賽事呢 他亦都有來過參加的 他這個人就很喜歡電單車的體育活動的 剛才這樣做錯了一個潘尚禮 潘尚禮走到沒有雷弓那麼遠了 真的走到很遠很遠 是啊 起碼在四個車,五個車 是啊 潘尚禮如果繼續這樣 為什麼呢 我覺得潘尚禮呢 他越渣越有潛質 還有 他亦都被後面威脅 如果被後面威脅的話 如果他要追潘尚禮的話 似乎就會麻煩一點 因為他要顧著後面 我現在看那個形勢 這個五號和二號 就是你遊昌和陳芳育 都比較混亂一點 是啊 那時間未必會做到快的時間 潘尚禮可以很定很定地做到快的時間 所以他越走越遠 現在除非是陳芳育和李遠 你有槍有默契的 因為大家是同隊的 有默契的 就變成就不用走得那麼辛苦 如果你說 譬如… 潘尚禮真的好像高手 用到路面盡一盡 不知道他是打招 因為… 因為我… 賽前… 他賽完第一個回合 我就過去跟他聊天 我說你在大可樂那個彎 你就… 好像你在日本那時候 劏的大彎一樣 用到路面盡 因為他在八月那時候去過日本 富士的跑道那時候 操了一個禮拜 那就是由… 過了… 過了… 在格蘭霏市大賽的二十二號 那個山川手的日直車手呢 就… 教他怎樣去… 去… 去開賽車 走那些賽車線 那現在看看 瑩哥幕呢 就二號呢 就真的過了五號了 我就說… 剛剛… 因為… 陸仔呢 始終跟… 陸仔就有一段距離 尤其是槍仔那些年輕 大把本錢 膽又大 程家豪 對於今天 潘尚禮的狀態是否好呢 現在看來真的相當好 而且天時地利人禍 第一次起步 起步得不好 那竟然會有紅旗 就是天助他 那二位… 原本跟著一位 還有一番惡鬥的 誰知道做錯事 做錯事之後 就讓他不停走… 我相信都很難再有威脅他了 因為畫面見到 36號呢 是… 和30號澳門的蘇社雄 在搏那個第四、第五位 兩個正在搶 現在30號那輛 就是澳門的車手蘇社雄 鬥到現在為止 澳門車手的表現都相當好 是啊 今年的新手賽 澳門車手來計 我覺得他們是很突出 最主要鬥得多 就是他有那個… 雖然是五十CC 或者一二五CC 那個… 賽事 在筒仔那個小型車場舉行 但是始終是有機會 給他長期接觸到 跑車那種體育 變成… 操肉的人呢 在那個… 比賽那個… 環境之下 不需要協詐 雖然一場是小型… 小型賽事 一場是大型的賽事 但是… 或多或少也有些幫助 所以形成了 今年澳門的… 澳門的車手呢 是有些… 達速的表現 哎呀 五號啊 陳芳玉啊 做錯事了 來…在普京灣 抓到六 好了… 哎呀 還累了… 累了六格六 六十六號這位呢 就是… 雙方車手來的 沒事 六十六號繼續比賽 但是我看到六仔呢 已經推了車 又圈回來了… 圈回來了… 再繼續大力 跌了幾個位了 很慘… 很慘… 起碼現在到第九 現在年五十九號 占中… 占中勝也過了 占中勝也過了 占中勝也過了… 占中勝也過了… 占中勝也過了 我覺得… 六仔呢 就是… 現在看了 現在… 三號的班上禮 就比二號的… 你遠槍過了 李友昌過了 一條交叉線過了 一條交叉線過了 他乘不到去彎心 走大路被人過了 我一滑… 哦… 上路發生意外 兩部車… 兩部車… 兩部車爛了在… 在… 那條路那邊 今年似乎意外多一點 車手沒事 見到兩部車就跳進石坡裡面了 希望不會計不動 他… 即是呢 他今年呢 由於… 車種… 啊… 我見到李友昌入手 被潘上禮 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李友昌的車有問題呢 見到他慢了下來 哇… 開過油分了 看到一輛四十二號 在圈頭 這輛車手呢 就是香港的趙錦虹 那輛車手呢 在… 有問題之前呢 是個名次方便… 為什麼李友昌會在大直路入手 給潘上禮 不是的 兩輛車都… 一個是澳門 一個是香港 一個是本田 一個是藥馬 我想阿昌就有問題了 你看他已經收不到車 有問題 臂力有問題 是啊… 是… 已經… 頻頻出錯了 這樣真是… 明年真是… 在超級電單車 可以看到潘上禮再表演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跑 李友昌剛剛做到很快的時間 2分4.19 是啊,他正說… 追… 他首先追陳方玉那時候 他做的圈速很快 然後他過了陳方玉 看到潘上禮 變得更快 李友昌也很有潛質 但可惜有一點故障 希望他可以守到第二位回來 是,應該… 我看他而已 暫時… 說了不知什麼理由 他會插一插手給… 似乎好像真的沒有被拿 對… 潘上禮 對… 我們現在想看看 61號 李承坤 沒有出喔 是不是呢 李智坤 現在澳門車手 30號的蘇社 紅牌第三了 是啊 他現在就給 36號的香港的李健鴻 呢 就… 在給壓力他 這輛是很後的車 這輛是後車來的 應該呢 應該呢 頭車會現在去到… 海角游運 10號 10號 李錫藍 香港車手 出回來也沒有用 因為八個圈很少 沒有的啦 如果今年 就算十個圈也好 你說入一入P 再出回去 因為入P 都差不多一分鐘 真的沒有 因為那條路呢 那條路呢 他P的條路呢 我又見到 阿昌仔是黏起來了 黏著潘尚禮那處 為甚麼呢 我估計可能 他在大直腦那處 是黏了球 李有槍 黏著球 就變成… 怕潘尚禮在後面 太高速 所以他就試做手勢 給潘尚禮過頭 我們一看到山頂醫院下面 那個石牆 有個11號拍在那裡 香港的練習員 哎呀 還有問題 他還沒收拾 原來他正說在… 山頭 火藥服務 哦,33號 33號 33號 澳門車手 Ferreira 另外一個是12號 是的 兩輛車就在防撞欄的時候 剛剛收到的消息 正說在東方灣 遇到意外的這位車手 就是41號的 香港董世榮 不明白 似乎公佈了消息 說他可能頸骨有事 是啊 轉了頸骨 如果轉頸骨 勝命就好 我們一晚看到工作人員 將在上路發生了意外 以及故障的車 盡量泊在一邊 推到他過去 貼了那個… 61號來的 原來低的車都… 應該是意外 爛了頭殼 似乎新手賽也有很多意外 沒辦法 因為你… 那個決賽呢… 不是 那個決賽太短了 那個圈數 變得… 即是… 他們不能夠 好像初賽那樣 一開始呢 熱了才開始從後追上 一定要用頭那段爆炸力 將前面… 將後面那些車手拋離先 如果拋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他們就開始放慢了 現在畫面看到32號 就是澳門的車手 馮澤新 也是一個新手 今年第一年參加 250cc的新手賽 過往呢 他是在小型車場 參加50cc 我今年都很佩服澳門的新手 駕駛這麼原裝的車 可以做出這麼快的時間 科技和跑道真是… 科技就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也是要說他們的術和膽識 因為現在的造出的時間 往往是拆掉超級電單車 250cc的廠車的時間 即是說如果給他們的… 那個… 那個時間… 比較好車可能會… 那個時間… 就是… 來衡量我們超級的 他們250cc的那些是… 明明是前華那些來的 科技最主要是… 經常有比賽的 華國水準的時間 是啊… 什麼時候都是的 因為你澳門龍計 大賽只是一年一次 應該是來計的 他們今天跑完 就要等多365日 才再跑 已經完成了四個圈的比賽 領前的仍然就是 澳門車手潘上禮 排第二位的就是2號 香港的李友昌 現在的時間方面 李友昌只是被潘上禮 慢了一秒幾 只排第三位的仍然有車手 比他剛才做的時間慢了六秒 對,可能真的有故障 對,可能真的有故障 繼續用這條招式 我看李友昌的車 直路極速就好像被潘上禮 優勝一點 但我看… 你看,兩個人一起的動作 就是潘上禮的動作 收車遲一點 就是用得很盡 用得很盡 用得很盡 收車在高速彎的時候 但看到如果兩個人比較 就潘上禮遲一點 李友昌就早一點 對,因為… 因為我看了 又有意外 在海國遊運的時候 出彎點的時候 又有車 爛了跑道的時候 有樓梯是很厲害的 想起來 這些都不會的 可能不會的 因為… 又是五號 又是陳方玉 陳方玉 陳方玉第二次 表示他是心急 心急 對,他心急 想追上前面 那些 這個車手是心怕 這些 很難說的 因為他又是… 被視為大熱門 一個 我們現在畫面看到的是 一號車 一號車的梁偉棠 梁偉棠 梁偉棠 現在追上四位 他現在賽事的形勢 跟鄭馬六十一號 李哲坤一樣 從後殺上了 現在他跟澳門的三十位 蘇社雄 就欠第三位了 留意了 三十位的時候 澳門車手 我估計他上加斯蘭斜路之後 會過到蘇社雄 因為我覺得他的車是… 對,我覺得他的車是… 對,我覺得他的車是比蘇社雄 比蘇社雄更好 但是那條線剛剛封住 對,因為蘇社雄 是吃了一條線位 變成他要避 你看,躲逼可以嗎 不是,始終是 香港的車手 對澳門車手 在上路上有一定的距離 因為… 熟路 不是熟路的問題 而是澳門的車手 習慣在一個狹窄的路上開快車 黑特的路上開快車 變成形成了… 形成了… 剛剛看到畫面過了 梁錦棠過了蘇社雄 因為… 因為… 對,因為一出故意遠 最後一段直路 他的車的短速來得快 就過了蘇社雄 低扭 對 他那個… 約馬都說了 他的爆炸力是… 強少少的 如果你運用力子來滑 滑得好 那個爆炸力是好… 是好少少的 一號車上得很快… 對… 梁偉堂… 他是… 剛才推不上車的 他… 他是香港萬里達車隊的 首席車頭 新手菜 對… 新手菜已經是首席了 對… 以往就是… 萬里達的… 首席車手 就是… 鄧佑泉 但是鄧佑泉呢 由於今年 向巴提瓦那種 就… 有出色的表現呢 就變成… 就升了上去 超級 那就變成了… 梁偉堂呢 呢 就今年就做了 萬里達的首席了 我現在見了… 他都做了相當快時間 他兩分十六點四四 是… 阿禮呢 阿禮呢 阿禮越開越有… 越有爆炸 因為呢 潘尚禮開車呢 他有一個心態就是 他… 即是無論他在前面好 在後面好 他是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的 甚至乎 他就算是在排第二位也好 他都要想… 想盡辦法來看 你前面的車 有些什麼… 小小出錯呢 他就… 他就涉上來的 等於他向Hit One 那時候呢 葡京灣的時候 也是跟梁錦棠一樣 也是跟梁錦棠一樣 以及李友昌 同樣是這樣 所以現在他的開法就是 他不怕後面的二號車 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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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他已經… 因為他上一個回合 已經施展了他的實力 給人買 即是你任何情形之下 是… 我不會給你機會過我的 是嗎 有可能… 澳門人開車的特性就是… 參賽電單車仔 就算我要讓你過 除非你向直路過我 在彎的時候呢 機會是微一點的 因為澳門的… 鬥車的那些車手 個個都是 向直路輸是不會遠的 最重要是不要在彎的時候被人過 這是不是英雄感嗎 現在他已經踢到慢車了 短短六個圈已經踢到慢車了 很快 梁偉堂也上了三位 剛才在四位的梁偉堂 一號車… 對 但是機會很微 因為已經拋離二十幾秒 但是三位走也很穩陣 我想梁偉堂現在上加斯蘭車路 他們已經下迫搖角了 已經進發到摩多園了 但都開得相當好 在這麼厚的位置上來 幾乎是最後那輛車 新手賽來說 有十個八個是比較突出的 即是所謂… 我們俗稱的大馬房那些車隊 那些車手是… 即是機會最大 還有那個術比較高些 還有贏面比較大些 好了 回來就是七個圈 領前仍然就是三號搬上禮 接著就是二號李友昌 三號就是一號李偉堂 接著就是三十號 澳門的一位車手蘇赦雄 現在看看蘇赦雄可不可以過到一號車的梁偉堂 如果可以的話 換言之在今次的新手賽來說 有兩位澳門車手… 大家看看這家哥樹呢 就是在直路那些樹呢 就看看… 阿阿阿阿 潘常理有沒有辦法製作那一批慢車來頂 現在很混亂 大家抽來抽去 大家抽來抽去 就好,在直路那裡 順利爬了 過了那滿車 大家現在… 剛那些車 現在出現去沖線那條路 現在大會工作人員應該會顯示了 last lap的牌給他們看 對,沒錯 出了last lap的牌 我想現在潘尚禮和李友昌 兩個人在想 一個就不能給一個跟貼 第二個就不能給第二個 給別人放掉 對 因為現在是他們一連一度的 最後一個賽事 但是看剛才那個彎 李偉昌似乎走窄了一點 過了 我看潘尚禮的車慢了很多 突然間 好像進不到 我看見李友昌就好像進不到葡京彎 進了…潘尚禮的車 不知道是不是有問題 突然間直路慢了很多 對… 我看潘尚禮的車忽然之間好像在大直路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慢了一點 現在被阿昌仔拉開了 還有半個圈 就可以知道這場新手賽哪位車手型了 但是兩位車手似乎都很穩定 是啊…兩位都很冷靜的 駕駛 其實鬥車呢… 一個問題是最重要是冷靜 除了快之外 是啊…因為現在他們正說這樣 一開始 尤其是第一個回合 三輛車在力拼 其實他們的場面很混亂 但是他們可以三個… 對…他們三個都可以控制得這麼好 可以說到他們的頭腦非常冷靜 對…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不一定 仍然就是二號車 香港他們有槍 當然… 但是我看那個形勢 可能… 可能… 下去下面衝線 可能下去下面衝線 也不知道哪個輸贏 現在阿昌仔跟阿… 阿黎的相差不是很遠 現在被阿黎又貼了 只有車位左右 是啊…現在看 最主要看就是… 撒邊的臂力了 撒邊的臂力 然後還要看下巴那段路 下巴那段路很重要 嗯…好像慢一點… 因為… 在那邊… 我看阿昌仔起的那一刻 起得比他快… 快… 回來衝線的了 沒有了… 如果這樣算… 除非現在… 剛剛在那邊扭下來的那一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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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槍仔掉到… 他也很薄 是… 有壓力了 開始有壓力了 現在看最後最後的水塘角 在中間線 5… 還要… 還要… 回來… 怎麼都… 是… 輸百分之零點幾 輸很少… 百分之零點幾 是… 現場很多觀眾在鼓掌 沒有了… 沒有了… 冠軍李友昌 和阿君的三號 潘尚禮兩個表現都很出色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李友昌一早就過了 不過可能有小故障 讓潘尚禮過了 對… 但是潘尚禮想到最後一圈 又不知道做甚麼事 有甚麼問題 突然之間那輛車慢了 由直路到明顯是慢了很多 嗯…嗯…嗯… 蘇社雄 蘇社雄 蘇社雄第四 澳門總是已經形成了 香港、澳門、香港、澳門 今天的成績啦 這場的新手賽呢 第一名的就是二號車啦 李友昌 李友昌啦 那澳門車手 潘尚禮也是表現不重 得到第二名 輸0.300秒而已 是啊 好笑好笑 那至於得第三名的 就是另一位香港車手啦 梁偉堂 第四的是澳門的…